各位同学大家好 第20个知识点 是收入费用利润这一章的内容 非常重要的一章 年年考大题 收入确认和计量的五步法模型 这个是收入这一章 或者说收入准则的精髓 一定要把它理解好掌握好 客观题和主观题均可考 考我们按照五步法模型来确认和计量收入 那么五步法 第一个步骤 识别于客户定力的合同 第二步识别单项履月义务 第三步确定交易价格 第四步对交易价格做分摊 把它分摊到各单项履月义务当中去 那第五个步骤是在履行合同当中 每一个单项履月义务的十点或十段 来确认收入 来第一个步骤 识别于客户定力的合同 第一个小问题 我们关注一下收入确认的原则 就是控制权的转移 当然收入的确认有这样五个前提条件 只有同时满足这五个条件了 我们才可以在商品的控制权转移的时候确认收入 如果说这五个条件不同时满足 你即便把商品的控制权转移给客户了 你也不能够确认收入 好了 第一个是合同各方已经批准合同 并承诺将履行各自的义务 这叫合同生效了 卡 改完章了 那么第二个是该合同明确了合同各方 与所转让的商品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个是该合同有明确的 与所转让商品相关的支付条款 是限销 奢销 还是预收款 如果控制权的转移时间和款项的结算时间 不一致 如果超过了一年 我们还要考虑重大融资成分的影响 那么第四个是这个合同是具有商业实质的 借履行该合同 将改变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 时间分布或金额 说的是什么呀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我们换出去的是存货 换起来的呢 是其他非货币性资产啊 大家注意这种非货币性的资产交换 在进行确认计量会计处理的时候 不执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那个准则 它所执行的是14号收入准则 有什么不同吗 如果按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处理的话呢 是依据换出去资产的供应价值 来倒推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 而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话呢 是反过来的 我们是依据换入资产 那叫非现金对价 在合同开始日这天的公允价值作为交易价格 作为什么呀 我们换出去的存货应当确认的收入几额呀 那只有这种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有商业实质了 换出去的是存货 我们才可以在转移控制权的时候确认收入啊 如果没有商业实质的话呢 即便转移控制权 即便其他条件都满足 也不能确认收入 好了第五个企业因向客户转让商品 而有权取得的对价 很可能收回呀 这个很可能的概率值呢 是大于50% 小于等于95% 为什么还强调这一条呢 就是因为收入 它一定要有经济利益的流入啊 没有经济利益的流入 那不叫收入啊 好了 来那下边谈到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 是合同合并与合同运更 先说合同合并的条件满足下边条件之一就可以了 可没说同时满足啊 那么第一个呢 是该两份或多份合同 基于同一个商业目的而定立并构成什么 一揽子交易 其实对于一揽子交易的界定 比较完整的这个界定啊 详细的界定是合并报表准则 我们这里面也谈到一揽子交易问题了 比如说呢 一份合同在不考虑另一份合同对价的情况下 将发生亏损啊 就是第一份合同卖的东西呢 特别便宜啊 比于它的成本价 人家说呢 我们商家不做亏本买卖呀 还有一份合同啊 那份合同定高价呀 毛利率超高啊 如果你单独处理的话 你觉得合适吗不合适啊 综合到一块呢 因为它是为了达成什么 一个商业目的 所以呢 把它合并到一块 作为一个合同来处理的 第二个 该两份或多份合同当中的 一份合同的对价金额 取决于其他合同的定价或旅行情况啊 那么比如说 一份合同如果发生违约了 将会影响到另一份合同的对价金额 假如说我们跟客户呢 签订 假以这样两份合同 那么假合同呢 假如说呢 我们转让的是啥 A商品 那么以合同呢 假如说我们转让的是B商品 可以吧 咱们怎么定这个条款呢 首先它在定价 比如说有影响啊 其实有影响呢 我们前面第一条已经谈过了哈 是一览的交易当中的一个条款 那再比如说我们增加一个什么条款 就是这个A和B呢 它都怎么样 构成单项履约一窝 先转让A 注意先转让A 后转让谁呢 这是先啊 那么我们后转让谁呢 我们后转让B 只不过转让A的时候 钱人家客户先不给呀 啥时候给呀 等到将来 我们把比合同履行了 把B商品也转让给客户的时候 人家客户 连同A和B的价款 一起给我们 是这样的哈 就是这么一个条款 那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要把假和野 两份合同 合并到一起 来进行处理 那么在A商品 转让控制权的时候呢 假如说满足了收入的 确认条件 我们要带一个 主营业务收入 借什么东西啊 大家注意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能够使用 应收账款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时候呢 还企业还不具有什么 无条件向客户 收对价的合同权利 这个权利是有条件的 这个收款权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呀 就是你得把B商品也转让 如果B 以合同迟迟不履行 B商品迟迟不转让 请问 讲合同里边A商品的价款 什么时候能够收回来呢 你等到花儿也卸了 也收不回来 等到什么时候呢 等到我们把B商品也转让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A的那个 合同资产重复列为应收账款了 好了 来 那么第三个条件呢 是该两份或多份合同的 当中所承诺的商品呀 构成后边所述的什么 单向旅乐义 我啥意思呀 就是 我们定 比如说 才换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 丙合同和什么 和这个丁合同吧 那么丁合同转让的是什么 转让的是C商品 丁合同转让的是什么 定商品呀 而这里边C商品单独转让给客户呢 它没法受益 又不构成单向旅乐义务 然后呢 这个D商品如果单独转让给客户的话呢 它也没法单独 单方面受益 所以呢这个D呢 这个D呢 也不构成单向旅乐义务啊 比如说 西游记里面大家都知道 唐僧给孙悟空带上了一个金箍咒 是吧 那个一念咒语的话呢 孙悟空疼得就受不了啊 这个金箍咒是从哪得来的 是从观音菩萨送给唐僧的是吧 假如说不是白送的 是什么呀 是从观音菩萨这边买的 假如说唐僧是观音菩萨的客户 可以吧 站在我们的官契主体锁定在观音菩萨身上 那他向唐僧转让什么 转让这个金箍咒 只转让金箍咒的话 唐僧能受益吗 不行啊 还得传授他什么 那个咒语啊 假如说这里面的C就是什么 就是金箍咒 这个D呢 就是那个咒语啊 那这两个商品如果说单卖的话呢 人家客户没发授意啊 就不构成单向鲁约义务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就把它合并到一起呗 他俩打一个组合 金箍咒和咒语呢 结合到一块唐僧就授意了 孙悟空一旦不听话 一念咒语 孙悟空疼得受不了 是吧 所以说要把它怎么样 和平到一起来进行处理啊 来 合同合并就给大家讲完了 下面呢是合同 变更 有这样三种情形 先说情形一啊 就是增加了可明确区分的商品 及价款啊 这是里面第一个小的条件 第二个呢 且新增的这个价款呢 反映新增商品的什么单独售价呀 什么叫这个反映单独售价 跟单独卖差不了多少钱 可能稍稍便宜一丢丢 但是不会差太多呀 这两个条件 注意如果同时怎么样 他俩如果说同时满足了 就按照情形一来处理 怎么处理 把合同变更呢 做成一个单独的合同 来进行会计处理 就是跟原来的合同 互相都没有影响 好了 那我们情形一这两个条件呀 看到了吗 如果不同时满足的话 就只满足这个 或只满足这个 或者说一个都不满足 我们就不能够按照情形一做了 要么是情形二 要么是情形三啊 那情形二和情形三怎么区分 大家能看明白吗 就看 截止到合同变更日 这个十点 原合同当中移转让的商品 和微转让的商品 能否明确区分呢 如果能够明确区分的话呢 就是情形二 我们把变更作为原合同的终止 新合同的定例 来进行会计处理 那原合同比如说是A和B 它俩能够明确区分 我们变更增加了一个C 而C的这个价款呢 不能够反映它的单独售价 不就是情形二吗 假如说到 截止到合同变更日呢 原合同当中的A 已经转让完成了 已经确认收入了 我们要不要调它 不要 那B有没有转让 B还没有转让 我们把B和C呢 带到一个新的合同里边呢 新的新的合同里边呢 来进行会计处理 那我们新合同的这个交易价格呢 其实就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呢 是来自于原合同当中 分配给B的那个交易价格呀 还有一部分呢 我们变更增加 B带来的那个交易价格 好了 情形三 如果说情形一的两个条件 不同时满足 然后截止到合同变更日这个时点呢 原合同当中 移转让未转让的商品之间怎么样 是不可以明确区分的 我们就把它做成原合同的组成部分 来进行会计处理 这个呢 往往是发生在 某一个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的确认当中 收入的确认当中 比如说建造合同业务啊 我们教材给的例子呢 是给人家搞工程的建设 等到中途的时候呢 变更了屋顶的设计 对不对 那你变更屋顶的这个设计呀 没有增加可明确区分的商品呀 这个屋顶呢 它不能够单独让人家客户受益呀 而我们变更的时候 原合同当中 已转让未转让的商品 没法区分呀 你给人家建造楼房啊 什么时候才叫转让完成 那得是楼都建完 交钥匙的时候才可以 所以呢 就把它做成情形算了 怎么处理呢 就是要重新算履约进度 重新算交易价格呀 我们要变更后的履约进度 成成什么 变更后的交易价格 它俩相成是什么含义呀 就是按照变更后的条款 累积确认的收入呗 减掉啥呀 减掉截止到变更之前 账上已经确认的收入 会有一个差额 那么这个差额呢 作为当期的收入来调整就可以了 好了 第一个步骤我们就说这么多 那么第二个步骤呢 是识别合同当中的单向履约义务啊 是五个步骤当中最难理解的呀 选择说呢 单向履约义务就是 企业向客户 转让可明确区分商品的一种承诺呀 当然他还谈到了转让一系列实质相同 转让模式相同 就是提供物业服务那个 那个我们就不说了啊 那除此以外呢 我们有两个条件 要同时满足 它才构成单向履约义务 第一个是什么 知道不 就是这个商品呀 它本身是能够明确区分的 能够让客户要么单独受益 要么呢 从其他一余获得的资源 一起使用当中的受益 那么还有一个是第二个条件 就是在合同层面 转让该商品的承诺 与转让其他商品的承诺 彼此也是能够区分开的 互相都没有影响 而我们准则呢 它界定了啥 界定了合同层面 转让该商品的承诺 与转让其他商品的承诺 不能够明确区分的三种情况 需要大家重点掌握 那么除了这三种情况以外呢 那其他所有的情形啊 在合同层面都是能够明确区分的 那你注意呀 那这三种情形呢 讲的是合同层面 彼此不能够区分开 那就是整体把它作为 一个履约义务来处理呀 如果不是这三种情形呢 合同层面彼此能够区分开呢 那就是多个履约义务呗 好了 那不能够明确区分的情形一呢 是我们要提供重大的服务啊 要对这里面的商品进行整合 形成合同约定的组合产出 转让给客户 例子呢 是为客户建写字楼的合同 什么沙子水泥人工啊 虽然本身是能够明确区分的 但是人家客户要的是沙子水泥人工本身吗 不是啊 人家要的是一个什么 组合产出 人家要的是一个能够正常使用的写字楼啊 所以整体作为一个履约义务来处理 那么情形二呢 是我们要对合同里边的商品 干嘛 进行重大的修改啊 要根据客户的需求 进行定制化的重大修改 例子呢 是卖软件并提供定制化的安装服务啊 大家都知道软件呢 是由计算机程序来构成啊 那进行定制化的安装 就意味着我们在安装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要改程序是吧 为啥呢 为了使这个软件程序呢 跟客户现有的信息系统呢 相兼容 如果你只把这个软件卖给他 然后不给他进行这种定制化的 这个修改安装 你说人家能用吗 如果一旦跟他现有的系统不兼容的话 他根本就没法用啊 所以呢 你卖软件本身呢 它是没法受益的 还得结合啥呀 还得结合这个定制化的这个安装 好了 那么情形三呢 是商品之间具有高度的什么关联关系啊 你离不开我 我怎么的 离不开你呀 你那个哥啊 我和你心联系是不是啊 那个啊 好 那么这个类似呢 是为客户设计并生产样品啊 我们按照第一波的设计方案 生产第一波的样品 请问你一定能够生产出来合格的产品吗 不一定吧 有可能第一波生产的过程当中 会发现原来的设计方案有缺陷 根据他的这个缺陷怎么样啊 我们调整之后呢 进行第二波的生产呢 由此呢 循环往复啊 少晚有那么一天怎么样 我们就把合格的产品生产出来了 所以他俩之间呢 设计和这个生产的两个商品 两个服务高度关联 整体呢 是几个呀 是一个履约一屋 好了 第二个步骤讲完了 第三个步骤呢 是确定交易价格呀 准则定义的交易价格是企业 向客户转让商品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金额 说的太抽象是吧 其实通俗点讲 就是当有那么一天 这个合同执行完毕的时候 我们销售后方一共要确认的收入金额 就是交易价格 我们在确定交易价格的时候呢 要考虑四个因素啊 第一个呢 是可变对价 如果合同当中存在可变对价了 比如说销售退回呀等等之类的条款啊 那我们在确定交易价格的时候呢 要考虑收入转回的风险啊 准则怎么说呢 说包含可变对价的交易价格 不要超过未来不确定性消除 是以累计以确认的收入 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的金额 我都倒背如流 比如说富有销售退回条款的销售啊 我们根据历史经验能够估计退货率 假如说10% 商品总价款是1000万 请问可变对价是多少 1000万元乘10% 为什么 因为这一部分啊 离乘的话是多少 100万是吧 你不一定赚到手的呀 一旦人家退货的话呢 你赚不着这个钱啊 所以呢 把它作为可变对价 那这个可变对价啊 满不满足技术交易价格的限制条件不满足啊 所以呢 这一部分呢 先别确认收入啊 先把它确认为预计负债啊 另外那90%呢 再确认收入了 如果说这10%的100万 你确认收入了 万一退货期 借满之前 人家客户真退了 就意味着 我们要眼泪汪汪的呀 把当初兴高采烈 确认的收入当中 100万元呢 给冲销 这叫什么 这叫收入发生重大转回 好了 那么第二个应当考虑的因素 是重大融资成分啊 要客户先付款 客户后付款 两种情况都值得吧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啊 我们都要按照 剔除融资成分的限销价格 作为交易价格 来计量收入 如果是客户后付款 就是我们分期收款销售 要按照 未来收款的总额 借一个长期应收款 要按照限销价格 带一个主营业务收入 形成代方差额 是未实现融资收益 在信用期收款期 要按照实际利率法 摊销充减财务费用 那如果是客户先付款呢 那我们要按照什么呀 我们要按照他 先付款的这个金额 借一个银行存款 对不对 带一个什么呀 带一个合同负债 那将来我们确认的收入金额 跟我们先收的这个钱 一样吗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先收的是多少钱呢 我们先收的是这个200万元 两年之后呢 转移控制权呀 这个时候的限销价格呢 假如说是300万 你说哪一个是市交易价格 300万呀 所以说两年后 我们确认的收入是300万 但是现在呢 我们不能够确认收入啊 而我们却收钱了 借了一个银行存款 带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合同负债呀 由于合同负债将来要等额转收入 就是合同负债和收入啊 是前世和今生 可以把合同负债比喻成什么 那个白蛇 千年的白蛇 那收入呢 那收入呢 你可以把它比喻为什么 一个漂亮的白娘子 所以呢 我们收钱的时候呢 借银行存款是200 带合同负债不是200 是300 形成借方差额100 未确认融资费用 然后要在这两年间呢 实际利率法分摊 带未确认融资费用 借什么 财务费用 两年后 合同负债要怎么样 转收入 借合同负债300 带什么 收入300呀 好 那么第三个因素呢 是非现金对价呀 我们换出去的是存货 换进来的是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等等 非现金对价 要按照收入准则处理呀 我们是按照合同开始日 非现金对价的什么 就是换入 换入的非现金对价的 供应价值 作为交易价格 来计量收入的金额呀 好了 第四个呢 是应付客户对价 比如说进场费 上价费等等 大的原则 是充减交易价格 比如说这个钱是白给的 我们并没有获得 可明确区分的商品 那就充什么 充收入去呗 或者呢 有特殊的情况下 按照购买商品来处理 比如说 付的这个钱呢 不是白付的呀 我卖给你什么呀 我卖给你100斤豆包 然后我付给你一笔钱 你又给我什么呀 你又给我20斤干粮 那请问我付给你的这一笔钱 是白付的吗 不是啊 相当于是从你的手里购买什么 购买20斤干粮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按照购买商品服务来进行处理 否则呢 是充交易价格充收入 第三个步骤也讲完了 那么第四个步骤呢 是将交易价格分摊到各单项履业义务当中去呗 分摊的方法 我们会计上讲了很多分摊啊 好了 那么企业应当在合同开始 按照各单项履业义务所承诺商品的什么 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呀 将交易价格分摊到各单项履业义务当中去 那么这个单独售价呢 就是单独卖是多少多少钱 那下面呢 谈到两个特殊的问题 一个呢 是分摊合同折扣 还有一个呢 是分摊可变对象 他俩分摊的这个原则呢 差不太多 都是分两种情况啊 我们先来说这个吧 那么一般情况呢 就是整体分摊 就是合同当中各个商品呢 都存在着折扣问题 我们就是按照单独售价的比例呢 把这个折扣呢 分摊到各个履业义务当中去呗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 比较特殊 就是合同里边的商品 有的打折有的不打折啊 那你不打折的你肯定不承担 他肯定就不分摊折扣啦 所以呢我们把折扣分摊给谁呀 分摊给打折的那些商品呗 那也按照他们打折的这些商品 单独售价的这个比例进行分摊 好了 那下面这个呢是分摊可变对价 那不也要分这两种情况吗 第一种情况呢是整体呀 是整体分摊 就是合同里边各个商品呢 都存在着可变对价问题 它的这个消息价格呢 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变动性 那就怎么样 那就是整体基础分摊啊 分摊的方法呢 单独售价的比例呗 好了 第二种情况呢 是不是所有的商品都存在着可变对价 只有一部分商品存在可变对价 那就是把可变对价分给谁呀 分给存在变动性的那些商品就完事了 这个道理呀 本来很简单 一上升到准则层面 怎么样 就变成天书了 好了 那么下面这张表格讲的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就是合同变更之后发生的可变对价的后续变动 合同变更我们有三种情况 对不对 所以这里边呢 就是分啊 这样三种情况来处理了 第一种情况 合同变更 属于前面谈到的什么 第一种形形 就是把它做成一个单独的合同啊 那么我们就看这个可变对价的后续变动 到底是与哪一项合同相关 就把它分给哪一项合同呗 不相关的别分是不是 好了 那么第二呢 合同变更是属于前面讲的第二种形象 原合同终止新合同定立 那我们这个企业可变对价的后续变动呢 跟合同变更之前以承诺的可变对价相关啥意思 比如说原合同是A和B呀 它俩彼此之间是能够明确区分的 那我们的这个变更呢 又增加了一个C知道吗 C呢 它的这个价款不能够反映它的单独售价呀 那就得按照合同变更的变二种形象来进行会计处理呗 假如我们最初在定合同价格的时候 说A和B的价格呢都存在着变动性 我们可以我们参照当前的市场行情 确定一个什么呀 确定一个大概确定一个金额 一个变动的金额 等到将来物价上涨的时候呢 我们随行就试再去调啊 这就叫什么呀 这就叫做可变对价的后续变动 与变更之前已承诺的可变对价相关 就是我们后边增加C商品以后啊 这不合同变更吗 过了几天啊 或者过了一段时间 交易价格发生变动 可变对价上涨了 我们教材给的例子 貌似是可变对价上涨了多少呢 上涨了大概是40块钱吧 我记得是 你们学基础办应该都知道 好了 那么这40块钱的变动呢 说跟什么 跟这个格同变更之前 已承诺的可变对价相关 那就意味着啥告诉我啊 那就意味着这里面的ABC 全都要承担 那既然全都要承担怎么分啊 是不是说三分之一的比例分 No 我们是两次分摊 咋两次呢 来第一次 首先将该可变对价的后续变动额呢 以原合同开始日 确定的单独售价为基础来进行分摊 就是在原合同当中的A和B之间进行分摊 那么分给原合同当中A的有多少啊 假如说ABC他们的单独售价呢 都是相同的1比1比1 是不是比较好算数啊 那我们第一次的分摊呢 这40块钱呢 分给原合同当中的A和B 就意味着A能够分多少 A能够分20块钱呗 由于这个时候A怎么样 假如说它已经转上了 已经确认收入了 那么又分给它的这20块钱的对价在当期 补一笔收入就可以了 补当期收入啊 调当期收入 好了 那么除了分给原合同A和A是多少 是多少 是这个20是吧 那么我们分给原合同B呢 也是多少啊 是不是也是20块钱啊 这是什么 这是这40块钱啊 第一次的 注意啊 这是第几次 这是第一次的分摊 那由于这个变更呢 是按照原合同终止 新合同定律来处理 而我们原合同当中的B 是不是还没有转让啊 就把原合同剩下的那个B啊 跟我们的变更增加的C 组合到一块 把它带入到一个新的合同里面来处理呗 所以呢 这个注意这个新合同里面有谁呢 新合同里面有 有原合同留下来的B 和我们的变更增加的C 那你可变对价的这个变动 分给原合同B的这20 是不是也带到新的合同里面了 连同的原来的对价 都带入到新的合同里面了 所以呢 要在新的合同当中 进行第二次的分摊啊 咋分啊 分给新合同B呢 就是10倍 分给新合同里面C是多少 是10啊 这是什么 那这个就是第几次啊 这个就是第二次的分摊 你把这张图拍下来 你琢磨琢磨 就是这么回事 好了 所以他说 然后再将分摊至合同变更是尚未履行履约义务的 那就是这个B倍 在可变对价的后续变动和 以新合同开始 确定的这个基础呢 进行二次的分摊 分给B和C 好了 那么第三呢 合同变更之后发生的除一二情形以外的 可变对价的后续变动 我们应当怎么样啊 把这个变动和它分摊到合同变更日上未履行的什么 履约义务啊 那这个说的就是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的情形啊 我们套公式来处理就可以了 不展开说了 好了 那么第四个步骤我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第五个步骤吧 履行每一个单向履约义务的时候确认收入 有十点法确认收入和十段法确认收入 你说十五当中哪个更多 十点呗 当然站在考试的角度呢 更愿意考的是少的 就是那个十段法 所以呢咱们先说重要的 第一个在某一个时段内履行 履约义务收入确认的条件 这个条件有三个 但是呢人家说满足其中之一就行了 不 没说同时满足啊 第一个呢是客户 大家注意这三个条件是需要大家背下来的 为什么呢 以应对文字描述提案 来那么第一个条件是客户在企业履约的同时 集取得并消耗 企业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我们网上给大家提供的教学服务 其实更加典型的是直播 而我们现在是这个录播是吧 把它想象成直播吧 如果是直播的话呢 我一边跟你讲课呀 那我现在是录课啊 假如说你们现在正在听 就是我录的时候 我讲的时候你们正在听 我一边跟你讲课 你一边听课呀 我讲课就在履行我的什么 履约义务 你听课就在消耗我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这是老师的利益在哪呢 你学到知识呀 对不对 那你多学一点知识 就意味着啥呀 意味着你离通过注册会计师 考试的目标越来越接近 那考过试之后 你都知道啊 养取白富美 嫁给高富帅 走上人生巅峰啊 那它不就是你的经济利益吗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十段法呀 好了第二个呢 是客户能够控制企业履约过程当中的 再建商品 这个最典型的是 就准则里边的建造合同业务 我们在客户的场地上给他建造什么呀 按照他的这个要求 给他建造楼房 整个建造过程当中谁来控制啊 客户啊 好了第三个 这个我们要做特别的关注 因为这个大的条件呢 里边隐含着两个小的条件呀 一个呢是叫做高度定制化 另一个呢叫做合格收款权 那么我们一起来背一下吧 就是企业在履约过程当中 所产出的商品呢 具有不可替代的用途 这叫高度定制化 且呢企业在整个合同期内 讲到的是整个合同期内 有权就累计至今 你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啊 我们实务当中把它称之为 合格收款权啊 满足什么条件叫合格收款权呢 就是中途啊 任何几个时点 因为客户或其他方的原因 导致合同终止了 别让我们赔着啊 我们从客户那边收的钱呀 首先要保本 其次呢 要赚合理的利润才可以的 好了 例子呢 建造只有客户能够使用的专项资产 或者按照客户的指示 给他建造资产 我们国际准的给的一个例子呢 是为可口可乐公司呢 造饮料品啊 中间有一个小蛮腰的那个 这是属于高度定制化的呀 如果你中途会约把它卖给百事可乐啊 百事可乐呢 上下一边粗啊 所以说我们要进行定制化 我们要发生重大的改造成本 不划算 这叫高度定制化 如果满足合格收款权了 那第三个条件就满足呗 时段法确认收入啊 好了 那下面呢 是在某一个时段内履行履月义务 收入确认的方法呀 如果能够合理确定履月进度的话呢 当然是按照履月进度确认收入了 那么履月进度的计算 有产出法 有什么 有投入法 大家注意 我们按照履月进度去确认收入 这是属于会计确认层面的问题 是属于会计政策 但是呢 具体呀 我们如何算履月进度 比如说采用投入法 或呢 采用产出法 它就是一个会计估计的问题了 所以说它是可以跟什么呀 是可以跟会计政策估计的内容 结合了一块来出题的 那么每一期收入金额的计算 倒算 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们要总的交易价格成是什么 履月进度啊 这是累计的收入 再减掉以前期间累计已确认的收入 就是当期确认的收入 那么我们本期截转的成本呢 同样的一个道理 要预计的总成本乘履月进度 减掉以前期间累计已截转的成本啊 那如果说我们是按照成本法算 履月进度 就是用已发生的成本 除以预计总成本 这样一个比例计算履月进度的话呢 你注意 当期所发生的合同成本 跟截转的营业成本 金额是一样的 来 那么针对建造合同收入的账务处理呢 给大家总结一下呀 发生合同成本 我们要借合同履月成本 我们要带原材料应付职工薪酬等等啊 当按照履月进度确认收入的时候 我们要带一个主营业务收入 借方注意合同结算啊 如果写二级科目的话呢 叫做什么 叫做收入结转 可以不写 所以这个科目在报表上 如果它的余额啊 是在借方 是属于资产性质 如果是流动的 叫合同资产 如果是非流动的 叫什么呀 叫其他非流动资产啊 一般是流动的 好了 结转成本 借这个主营业务成本 带什么 合同履月成本啊 之后呢 双方结算工程款 借应收账款 带合同结算啊 收钱的话呢 借银行账款 带应收账款 你注意 这个贷方的 合同结算的 二级科目呢 叫降款结算 它是属于负债的性质 如果余额在带方的话呢 在报表上 你注意 一年级以内的 叫什么 合同负债 否则呢 其他非流动负债 好了 第二种情况 履月进度不能够合理确定啊 我们按照成本回收法 确认收入呗 那也就是说呢 发生的成本 预期能够得到补偿的 我们按照啥 按照已经发生的成本 成本金额确认收入啊 成本履月进度 能够合理确定为止 好了 十段法的问题 我们就给大家讲完了啊 那下面呢 是十点法 来 第二个小标题 在某一个 十点履行履月义务 控制权转移的判断迹项 客观体骗 那它说明说同时满足 没说是吧 十五当中呢 要结合这个职业判断的 而且呢 这里边的六条啊 其实 第六条是一个兜底的 它有实质的就是前五条 不是说哪一条是绝对的呀 来第一个 企业旧商品 享有现实的收换权 那边呢 就享有现实的付款义务呗 比如说把商品已经 怎么样 已经卖给它 它都可以正常使用了 我们就产生现实的收换权了 好了 第二个呢 是企业已将商品法定所有权的 转移给客户了 客户这边怎么样 享有它的法定所有权 那我问你 我们一定得转移所有权 才可以确认收入吗 不是的 不一定的 比如说开发商 卖商品房啊 忙忙的交钥匙的时候 确认收入 这个时候 转移所有权了吗 没有啊 什么时候转移所有权呀 那得是办完产权证啊 好了 第三个 企业已将商品的食物 转移给客户啊 对方食物占有 这个也不是绝对的 我们教材给了两个反例啊 一个呢 是支付手续费方式 委托代销 那人家代销商 卖到外边去之前 没有转移控制权 还有一个呢 是售后代管商品安排 虽然怎么样 商品还在我们仓库里面 但是有可能转移控制权了 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啊 那么第四个呢 是已经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报酬 转移给客户了 这个风险呢 是下跌的风险 这个报酬呢 是什么呀 是上涨的这个报酬呗 比如说商品房子销售啊 我卖给你一套房子呀 卖完之后呢 价格就下跌了吗 你怎么样啊 你哭哭咧咧咧的 找我让我给你退钱 我说那凉快 让他呆着去 风险转移了是吧 那再换一种情况呢 我卖给你一套房子 卖完之后咔涨啊 飞涨啊 你说我怎么样啊 我大鼻哩咧咧咧去找你 让你怎么样啊 给我补钱 你说你滚边拿去 这什么报酬转移了 好了 那么第五个呢 是客户已将接受这个商品 什么叫接受啊 那一般来讲就是一句验收呗 当然它也不是绝对的 知道吗 好了 这是关于收入确认和计量的 五步法模型 我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针对五步法模型 给大家讲几道题 看18年的这个单选题 说207年的2月1日 甲公司和乙公司签订了 一项总金额是两个亿的 固定造价合同 在乙公司人家自有的土地 地上为乙公司建造一栋办公楼 建造合同业务 那截至20某7年12月20日 指甲公司累计已发生的成本是6500万元 20某7年的12月25号 经协商商方同意变更合同的范围 考到了合同变更 附加装修办公楼的服务内容 合同价格相应增加了3400万元 范围和价格全都变了 假定上述新增合同的价款 不能够反映装修服务的单独售价 那就不能够把它做成一个单独的合同 要看什么呀 原合同移转让未转让的商品能否明确区分 那你看看建造合同这种业务 给人家盖楼房 交钥匙之前呢 你没法说哪些转让哪些没转让 那就是市场都没有转让的呗 所以呢 要把它按照合同变更的第三种形象来处理 怎么处理 把合同变更作为什么 原合同的组成部分来进行会计处理 重新算履约进度 重新算交易价格 我们要新的履约进度成新的交易价格 算出来的这个结果呢 是按照变更后的这个条款啊 累积确认的收入 我们在减掉之前已经确认的收入 就是当期收入的调整金额倍 好了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过相关于上述合同变更 会计处理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A呢是把它作为单独的合同处理错 B呢是作为原合同组成部分处理正确呀 C呢是作为单向履约业务 完成装修时确认收入错 那么D呢 原合同为履约的部分 履约合同变更部分 作为一个新的合同处理 这个D呢是把它做成 合同变更的第二种情形了 就是原合同终止新合同定律 那我们这个不行 好了 这个题的正确答案呢 是2B这个选项 好 那如果说 截止到合同变更日的10号 原合同移转让和未转让的商品 彼此是能够区分开的 那就把它做成谁呀 做成情形2 我们这个是情形3 好了再看18年到这个多选题 对在属于某一时点旅行的旅约义务 企业应当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时确认收入 那么在判断客户是否取得商品控制权时呢 应当考虑的G相有 这是纯粹的基本概念题呀 一点难度都没有 A呢是客户已拥有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正确 B呢 客户就该商品附有现实的付款义务正确 那么C呢 客户已接受该商品正确 B呢 客户已取得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 如果准则里边那几条概括一下的 就是权、钱、物、风险、报酬、转移、已接受 我们抓关键词就把它记住了 所以我们这个题的正确答案A、B、C、D四个选项 再来看18年的这个计算分析题的节选 甲公司是一家投资控股型的公司 拥有各项业务的子公司 第一组资料 甲公司的子公司也是一家建筑承包商从事办公室设计和建造服务 又涉及到建造合同业务了是吧 207年的2月1日 乙公司和物公司间办公室建造合同 按照物公司的特殊约定 在物公司就是客户的土地上给人家建造一栋办公楼 根据合同的约定 建造办公楼的总造价是8000万元 总的交易价格分三次来收取 那乙公司分别于合同签订日 完工进度到50% 以及那竣工日这三个时间点 收总价的20%、30%和50% 最后全都收了 好了 工程于207年2月份开工 预计209年底完工 乙公司预计建造的总成本是6500万元 截至207年底 累计发生的成本是3900万 乙公司根据累计实际发生的成本 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算屡约进度 这叫成本法 其他资料 第一个是合同均符合准则 且已经经过各方管理层的批准了 就是合同生效了 第二呢 是丙公司、乙公司估计 应向各货转让商品提供服务有权收取的对价 很可能收回什么意思啊 就是符合收入确认的五个前提条件 一旦转移控制权 我们就可以确认收入了 好了 第三 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不考虑相关税费 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 要求第一问根据资料一 判断一公司建造办公楼属于在某一时段内旅行的旅约又 还是在某一时点旅行的旅约又说明理由啊 十段呗 因为客户能够控制 再建商品 第二 根据资料一呢 计算20某七年以公司的履约进度 以及应当确认的收入和成本 这个题啊 有点偏简单 有点侮辱我们注册会计时考试的智商 那这种送分铁 大家注意 就是半分啊 甚至0.25分都不要丢 第一问 属于在某一时段内旅行的旅约又 理由呢 你就把时段法确认收入的那些条件 你不是背下来的吗 然后你当键盘侠 咔咔敲去呗 然后结合我们这个题呢 由于客户能够控制在建的办公楼 所以是属于在某一时段内旅行的 旅约义务啊 如果你觉得时间比较紧张 我个人认为啊 你捞干的说 你就直接说跟我们这个案例相关的就可以了 就是客户能够控制在建商品 我估计也能得分 第二问 算旅约进度 要已发生的成本3900万 为什么预计总成本6000 我结果呢 百分之六十 那当年确认的收入 用总的交易价格是8000 乘履约进度百分之六十 不就可以了吗 那这个结果呢 是4800万元 好了 应该节转的成本呢 同样的一个套路 我们要预计总成本6500 乘什么 履约进度百分之六十啊 结果是3900万元 那么这3900万元跟什么 跟已发生的成本是一样的 所以呢 就证实了我之前给大家说的一个结论 如果按照成本法算履约进度啊 你注意当期发生的合同成本 跟当期节转的营业成本呢 金额是一样的 好了 这个题就讲完了 好了 那这个题另外的一半呢 我们后边特定交易会计处理 再给大家讲解 好了 18年另外一个综合题的节选 假公司是境内上市公司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那货物适用的税率13% 说二某16到17年度呢 发生了下边有关的交易或事项 这段话呢 我就不给大家读了 行吧 意思呢 就是符合收入确认的前提条件 好了 第一个资料 二某16年的1月1日 说假公司和乙公司签合同约定 假公司按照乙公司设计的图纸 为乙公司建造厂房 又考到了建造合同业务 实物当中也比较普遍 关注度也比较高 那么合同价格呢 是8000万元 建造期是两年 在建造过程当中呢 说乙公司客户是吧 有权修改厂房设计图纸 并与假公司重新协商设计变更后的 合同价格 如果乙公司终止合同 就是客户终止了合同 那么已完成建造的厂房呢 是归谁 归人家 乙公司客户所有的 就意味着在整个建造的过程当中 人家客户在控制 乙公司要支付乙文 成合同所发生的 成本集合理的毛利呀 这句话说不说 其实都行 说的话呢 就是满足合格收换权呀 好那其实它是 十段法确认收入的 第三个大的条件里边的 一个小的条件 好了 那么如果合同一方违约 违约的一方呢 按照合同价格到25% 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啊 那已公司约合同签定日呢 支付合同价款的20% 其余分四次平均支付 每半年支付一次 但最后一次付款 与厂房建造 完成并办理了 竣工决算手续后呢 才支付啊 那整个啰啰嗦嗦的 说这么多 其实我们依据哪个呢 依据这句话 就能够判断出来 它是十段法确认收 理由呢 客户能够控制在建商品 好了 在二某一六年二月一日起呢 甲公司开始履行合同义务 二某一七年十二月底 厂房完成建造 并办理了竣工决算的手续 好了 这是第一组资料 好了第二组资料呢 二某一六年的六月二十号 说甲公司 与秉公司签合同约定 甲公司向秉公司销售 A、B这么两种商品 那么A商品与合同签订后的三个月内交付 B呢 是六个月 是与A商品交付后六个月内交付 时间不一致 那么秉公司与A、B商品看好了啊 全部交付并验收合格以后的两个月内 才支付总的合同价款是五千万元 到这儿我们先暂停是吧 如果说我们把A商品交付以后呢 这个B商品迟迟不交付的话 请问 A商品的价款什么时候能够收回来 你等到花儿也谢的时候也收不回来 所以它不构成无条件的收款钱 我们要使用合同资产 好了 甲公司分别于二某一六年我的节日 二某一七年二月二十号 向与公司交付了A和B两种商品 那么控制权随时就转移了 是什么 十点法确认收入的业务 甲公司交付商品给与的同时开专票 那与公司于二某一七年的四月十号 支付了全部合同价款及相关的增值水 好了 甲公司A商品的单独售价是2240万元 B商品的单独售价是3360万元 干嘛呀 由于这个合同里边有AB两种商品 两个屡约义务 我们要把总的交易价格是多少呢 是5000万元 按照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 分摊到每一个商品当中去 那就按照这个比例分去呗 好了要求 第一问根据资料 一说明甲公司为乙公司建造厂房应当采用 何种方法确认收入并陈述理由啊 十段法呗 那么第二个呢是根据资料二说明甲公司于隔同开始日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屡约义务的原则和方法 那就是按照单独售价的比例分去呗 让我们计算各单项屡约义务应分摊的合同价格编制相关的分路 答案 第一问 应当按照屡约进度确认收入 理由呢 就是你复制粘贴一整理就可以了 整理的时候注意捞干的说 要达到点子上啊 点子是什么呀 是客户能够控制在建商品 所以是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屡约义务 第二问 甲公司于合同开始日应当把交易价格按照A和B单独售价的比例呢 进行分摊 那分摊到A的这个价格呢 用总数5000乘谁呀 2240加3360分之2240倍 2240的是A的什么 是A的这个单独售价 结果呢 是2000万元 那么分给B的呢 同样啊 5000乘上2240加3360分之3360 这个3360呢是B的什么单独售价呀 结果呢是3000万元 好了我们先卖的是谁呀 先卖的是这里边的A呀 所以说呢 带主营业务收入是2000 带肖像税呢是260 由于这个时候呢 由于这个时候呢 它不构成无条件收取合同对价的权利 所以呢 那建方2260呢 我们要把它记住到合同资产呢 等到将来什么呀 将来我们另一个商品B也转让的时候呢 就构成无条件的收款权了 我们再把合同资产的重分类为什么 应收账款呗 好了 那这个知识点我就给大家讲解完毕 谢谢各位